第九十一集 火了 萧锦兰这边还在为刚刚的事儿气得浑身发动 翟天龙看了眼老妈 绝经就绝经呗 我们班主任也更年期了 这又啥 谁说我更年期了 女人的事情懂什么呀 要不是打不过 萧锦兰真想给她的好大儿一记回旋期 看到儿子手中的药瓶 她眸光一领 做事就要强 翟天龙眼急手快 忙把手举得老高 你要干啥 萧锦兰狠狠地道 这只她给的 她又骗了你多少钱呢 翟天龙十分不屑地吃了一声 我姐这药 根本没收钱 没收钱 萧锦兰挣了挣 不应该呀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她又道 没收钱也不行 你爸要是吃她的药吃坏了 那多少钱也换不回来 翟天龙懒得跟她废话 将药瓶小心地珍藏好 转身回屋 边走 嘴里的话还没闲着 明明就是刚年期了 还嘴硬 你 萧锦兰画到一半 戛然而止 大院门口开走的那辆黑色宾利 引起了她的注意 这车牌号 博家的车为什么会在这儿 小若不是说 博家很厌弃这个未婚妻吗 怎么会特意开车来接她 接下来几天 翟四桥每天都会按时服用冯医生开的药 也不知那药到底有没有效 总之目前为止都平安无事 晕倒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 苏野这边就比较烦恼了 近日 她感觉到周身多了很多炙热的视线 上学的路上 身后大约五米远的地方 总是围着一团叽叽喳喳的学生 有男有女 甚至还有穿着外校校服的 苏野被跟烦了 便想回头振振他们 谁知那群人一点也不害怕 只是兴奋的尖叫着 扭捏着 泡开了 到了班级意识如此 只要是客间 门口总会围上几个人 哪怕是纯粹路过的 也会探头探脑 朝苏野作为的方向张望 苏野瞥了一眼 无意间跟个小男生对上了眼 啊 心灵姐姐看我了 那男生疯狂地在胸前比着小心心 班上的同学也议论开了 田冲卷了本课外书 朝门口扔了过去 猝哄哄地道 再丑啊 弯了你压的狗眼 人群这才散开 正在做笔记的顾七挠了挠头 这是咋了 田冲转身 挺诧异的道 你不知道 你通知火了 现在学校贴吧都在谈论他 说完 又看了眼苏野 他还在摆弄那些瓶瓶罐罐 丝毫没有爆红后的兴奋 毕竟他不是第一次上高中 这种场面也不是第一次了 像顾七这种乖宝宝 从来没在学校用过手机 更没有浏览过什么学校贴吧 不过 一听同桌火了 也顾不得校规 直接从书包里掏出自己的粉红小手机 找到一中贴吧 打开 本想先搜一下同桌的名字 谁知根本不用搜 首页铺天盖地的 全是和同桌有关的帖子 叛逆少女苏野马甲跳落 衣服要治好徒顶 赴二十三班班主任采访笔录 仙女姐姐苏野上学野生图 括弧 高清无马 而最上方被置顶的帖子 竟然是让大家投票重选一种笑话 候选人一个是荣若 另一个就是苏野 而苏野此刻的票数 竟然是荣若的三倍还多 门口被填充轰走的男生里 有一个是一班的 话说这还真是自命清高的一班学生 第一次屈尊降跪 去二十三班追星 他一回到班上 便围过来不少人问苏野的事 荣若听得心烦意乱 盯着手中课本五分钟 愣是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所限将课本合上 也拿出手机来看 他带着气 和课本的声音有点大 谢敏敏不自觉地朝他瞥了一眼 然而 默默将视线落回自己的手机 继续发动贴吧里的人 在一中笑话评选的帖子里 给苏野投票 荣若没心情注意谢敏敏 他以前觉得贴吧都是平民百姓才玩的东西 所以上次那些人说 在贴吧里给苏野盖楼的时候 他挺鄙视的 可没想到 贴吧的影响力竟然这么大 他点开了那个重选笑话的帖子 捏着手机的手紧了紧 他还没毕业呢 重选什么笑话 余光见谢敏敏没往自己这边看 便偷偷注册了账号 给自己投了一票 可惜苏野的票数正飞速上涨 他给自己投这一票 完全是杯水车薪 留眼里除去那些夸苏野漂亮 有才 医术好 求要的 谈论自己的寥寥无几 甚至有人说他有点假 太高傲 找的没特色 哼 嫉妒 赤裸裸的嫉妒 荣若将所有夸苏野和讽刺自己的账号 挨个点了举报 直到微信显示一条 来自胡秀丽的新消息 荣若的唇角才终于扬了起来 女儿啊 你真是太厉害了 刚来的信息 今晚宅死乔 要约你爸重新参明年合作的事了 荣若顿时心情好转 好在萧锦兰不像医中蠢货那样没眼光 这些天 他跟胡秀丽没少在宅家人面前表现 他们能不感动吗 签了合同就万事大吉了 到那时 他在处理学校的事 听表嫂说 有人想听本少宠溺的喊一声小祖宗 本少还有女法 本少太高兴了 小祖宗们 一定要记得点赞收藏 评论和展放 表嫂的诱惑什么的 坚决不能 第九十二集 你相信人有灵魂吗 下午 京都公安局 走廊上 秘书小杨拿了一罗机密资料 急匆匆地往局长办公室去 差点撞上迎面来的同事 杨哥 什么事这么急啊 小杨缓了口气 阴局让查的人有结果了 我赶紧把资料送过去 同事挺好奇的 阴局查人 最近京都挺太平的 没什么案子 小杨神秘的 机密资料我可不敢偷看 阴局催了我好几次 这么紧急 肯定是什么重要国际嫌犯 咱们这种等级的 咱们可能知道 我不跟你说了 我赶紧送去 阎正威 见资料出来 立马放下手头的事 一页一页仔细翻着 小杨是福尔摩斯迷 对各种神秘案件 十分感兴趣 此刻更是注意着 阴局的表情 想看出来点 跟案件有关的蛛丝马迹 可让他不解的是 阴局看这些资料 并不像平时审理案件那样严肃 表情很和蔼 有时甚至会呵呵笑出声 小杨实在好奇 偷偷瞄了一眼 隐约看到了什么 数学四十分 很快又见阎局翻到下一页 那像是一张银行流水 小杨看不清具体数字 只听阎局面带笑意的感叹 我 这么多呀 小杨心想 这案子 绝对消不了 直到阎局翻到最后一页 表情骤然严肃 他盯着那夜思量半上 缓缓地看向窗外 目光深远荣畅 小杨 你相信 人有灵魂吗 小杨愣了愣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 几秒后 他突然反应过来 阎局一定是知道自己二姨父是给人算命的 所以想考验一下自己立场坚不坚定 想爸 赶紧立正站好 挺胸抬头 目视前方 姿势非常标准地进了个礼 报告局长 我不相信 建国以来 严禁传播任何封建迷信思想 严正威慧莫如深地笑了笑 好了 你下去吧 待办公室的门重新关上 严正威又垂眸 看手中捏着的资料 那不是别的 正是苏野向遗产公证处 提出的带领遗产的手续简况 严正威看到 这份遗产的属性是保密遗产 利益主人苏陈硕 应该只将这份遗产的存在 告知了那个人 而非年仅19岁的苏野 再说资料 在别人看来 这些资料没什么问题 可严正威知道 那个人当年死于非命 没机会留下任何委托授权书 等带领遗产需要的手续 现今苏野既知道秘密遗产的存在 又能将那个人的笔记 模仿到连专业仪器都检测不出来的程度 就只有一种可能 他就是那个人 晚上七点 容启山在皇家会所订了包厢 就等宅四乔到来 可能路上塞车 已经到了约定时间 宅四乔却没有出现 容启山也没闲着 算了一下最近给宅四乔请专家的花费 决定一会儿等宅四乔来了 跟他好好谈谈 容若为他们宅家做了那么多 按照原本的价格可不行了 怎么应该再涨一点 又过去了十分钟 服务员进来续了一杯茶 宅四乔依然没有出现 容启山心中隐隐不安 给宅四乔打了个电话 无人接听 紧接着又打了一个 结果还是一样 他渐渐开始焦躁 垫了根烟 站在窗台 拨了胡秀丽的电话 让他联系一下萧锦兰 问问怎么回事 挂了电话 在包厢内来回躲步 一根烟将将吸完 胡秀丽那边毁电了 见终于有消息了 容启山满心欢喜地接起电话 还没来得及开口 那头便传来胡秀丽 焦急万分的声音 老公大师不好了 宅四乔他又晕倒了 什么 容启山顿了顿 冯教授不是开了药了吗 他是不是没按时吃药啊 胡秀丽叹了口气 真是倒霉 那边电话里一团乱 没说两句就挂了 听锦兰的语气挺不高兴的 说这次晕倒后 还有抽搐的状况 比以前还要糟糕 你爸找的教授 醒不醒啊 可别出了什么事 赖到咱们头上 怎么会这样 崇启山文言急火攻心 直接探坐在沙发上 后面胡秀丽说了什么 他都听不到了 此时的宅家 正如胡秀丽所说 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120还没到 家里的私人医生 只能给翟四乔做简单的处理 萧锦兰看着不停抽搐的老公 心机入焚 他此时不能被随意挪动 没法让司机直接送他去医院 萧锦兰人虽视力 但与翟四乔的感情极深 就在此时房门被推开 萧锦兰猛回头 不是医生 而是他从外面匆匆赶回来的儿子 手里拿着的 是苏叶之前给他的急救药 小耳朵们 第九十三集 就是这味儿 翟天龙拔了药塞 瞬间一股夏天过期 海鲜市场的味道 窜入鼻孔 直通天灵盖 渐渐地蔓延至整个房间 一屋子人 他本着对体检无条件的信任 屏住呼吸 倒了一粒在手上 做事就要掰开老爸的嘴 你等会儿 萧锦兰依然在纠结 昨天他硬着头皮 请医生给自己做了妇科检查 证实自己真的绝经了 虽然这事儿被苏叶说中 可老公的病绝非一般 这些年找过不少大夫 连病因都找不到 本想着荣家找的冯教授 是很有权威的脑科专家 值得一试 可没想竟越治越坏 现在还怎么敢让老公 再吃苏野的药 况且这味道 犹豫间 翟四桥抽搐的越发厉害 唇色青紫 双眼翻白 口吐白沫 怎么看都像是 药梗屁了 萧锦兰焦急的将身子探向窗外 听不到任何救护车的鸣笛声 说明救护车离他们还很远 真后悔当初为什么要买这座四合院 胡同狭长 交通十分不方便 萧锦兰眸光深邃 咬着后槽牙 把心一横 苏野的药是现在唯一的希望 只能试试了 儿子 他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 猛地回头看向翟天龙 为你爸吃一个 他话说到一半 才发现儿子压根没管他的阻拦 早在刚刚就已经喂完了 他搅着手帕 咬着唇 紧张地观察着老公的反应 心想老公要是死了 他也不活了 脑袋里走马灯似的 翻涌着无数画面 泪水在远圈里打转 老爸不抽了 片刻之后 翟天龙惊喜地呼声 听得萧锦兰心脏一挤 透过晶莹的泪花 他视线模糊地看到 老公奇迹般的气息平稳了下来 唇色也恢复了血色 又过了几分钟 翟四乔眼皮子底下的眼珠 来回转着 没过多一会儿 竟然睁开了双眼 醒了 我早就说过 我解释神医 相比于自己亲老爸刚醒 素叶的实力 似乎更让翟天龙激动 萧锦兰身形微顿 真神了 他忙从庸人手里接过水杯 小心翼地给老公喂了水 翟四乔刚醒 意识还有些模糊 他嘴巴张合了半天 嗓子里才发出干涩的声音 我刚刚做了个噩梦 梦见晚饭吃的是 飞鱼罐头和清炒鱼枯打 那味儿 说着他鼻翼动了动 似乎闻到什么熟悉的味道 他顺着那味道往旁边扭了扭 视线最终落在儿子手中的药瓶上 颇为意外地嗡了一声 就是这味儿 半个小时之后 京都医院VIP病房 虽说救护车来的时候 翟四乔已经清醒 但萧锦兰不放心 还是送他来了 翟天龙给老爸倒了杯水 然后坐在一旁继续玩游戏 我早就说了我姐艺术高超 你们还不信 特别是老妈 上次说了那么难听的话 我姐肯定生气了 萧锦兰真是后悔了 悔得肠子都清了 要是请苏也来治 他老公哪会遭这样的罪 想起来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他气得牙根直痒痒 这事都怪荣若 我就是被他骗了 萧锦兰简述了那日荣若 跟他说的话 翟天龙气得连游戏都懒得玩 真能胡说八道 那天回家 就是姐夫把我们送来的 他对我姐好着呢 伯家有多少钱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我姐怎么可能为了还钱卖假药 还说什么周围好多人都上当了 更是放屁 双霸 他关了游戏 点开衣中贴吧 亮到老妈面前 你看看 都是夸我姐的 哪有人说什么上当 萧锦兰大概看了看 越看脸色越黑 一旁自己的手机嗡嗡的震个不停 都是胡秀丽和荣若的电话 他直接将手机关机 咬着牙道 秀丽这女儿真是坏透了 可我以前那么喜欢她 真是知人之面不知心 随即转头看了眼老公 犹豫一秒后开口 老公啊 那你跟荣家的合作 翟丝乔沉思片刻 最初熔罗的平行 不能代表整个荣家 但 反正我现在住院了 合作的事先搁一搁吧 翟天龙挺气不顺 搁什么搁 直接拒绝得了 翟丝乔泽了一声 大人的事 你懂什么 人家好歹帮我找了医生 可是虽说这医生 谁并不怎么样 那也是好心吧 萧锦兰见父子俩有争执 忙岔开了话题 合作的事情以后再说 现在当务之急是你爸的病 明天正好周六 我亲自去趟苏家 向苏也赔礼道歉 求他给你爸治病 小耳朵们 第九十四集 爷爷奏的 周六一早 徐焕英到客厅拿杂志 建查机上放着一个挺大的常住型快递 沉甸甸的 最近苏锦阳按照南波万的计划书 将与王家的合作进行的井井有条 家里资金宽裕了些 徐焕英给自己买了不少好东西 瞅着快递的形状 想不出是什么 便拿过一旁的小刀给拆开了 刚一打开 一股子墨水位扑面而来 那是一圈圈厚厚的水墨画 差不多有五十多张 那是我的快递 晨跑回来的苏也 扫了眼那些画 轻描淡写道 以后别随便拆我快递 徐焕英被画呛得直咳嗽 你这是在哪批发的 这老协章得好几十块吧 苏也 无语 这是叶老游过来让他指导的画 叶老的画 一幅起拍价七位数 这里面有五十二幅 别老乱花钱 你爸赚钱不容易 苏也看了他一眼 将画拿上了楼 徐焕英摇了摇头 刚准备回屋 就听张妈急匆匆进来通报 夫人 宅 宅家夫人来访 徐焕英愣了愣 似乎没听清 宅家 南城响当当的大户 宅四桥 宅家 是啊 宅夫人亲自来了 徐焕英所混的太太圈 分三六九等 从前 她一直在边缘徘徊 最近苏家和王家谈上合作 她勉强能挤进中层 宅家家底后 宅四桥人狠话不多 京都太太圈里 萧锦兰那可是站在金字塔塔尖的 副太太 平时徐焕英想见一面都难 只有看着胡秀丽巴结萧锦兰的份 她赶紧命佣人备茶 让张妈把人请进来 看到活生生的萧锦兰站在自己面前 徐焕英激动万分 宅夫人 快请坐 不知道您要来 这也没准备什么 别麻烦了 萧锦兰十分和气 只是那与生俱来的气场 让人生畏 我今天是来找令千金的 找爷爷 徐焕英如晴天霹雳 若是找爷爷 那肯定没好事 萧锦兰见他有些紧张 便赶紧表明来意 苏夫人 是这样的 昨晚 我先生进了医院 谁知道 他话没说完 就听徐焕英 倒抽了一口凉气 问道 是爷爷揍的 萧锦兰笑容有些僵硬 刚要解释 又听一旁张妈嘟嘟嗦嗦的嘀咕 那大小姐打的 那那那翟先生 还健在吗 张妈可是唯一一个 见过大小姐从四层摔下来 毫无发无伤 又见过其一手扛起 好几十斤大箱子 那伸手 一般人扛得住吗 徐焕英一记眼神 让张妈赶紧闭嘴 萧锦兰 无语 这两人也不知是在埋他素颜 还是看不起他老公 他十八岁结识 翟四乔 翟四乔就已经是路程全网 虽然这些年身体不如从前了 但也不可能被那样一个瘦弱的小姑娘 打进医院 还性命堪忧啊 苏夫人误会了 萧锦兰是来求人的 倒也没脑 我先生入院 跟令千金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啊 徐焕英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爷爷没闯祸就好 刚才吓得他小腿肚子直哆嗦 可除了闯祸 萧锦兰找爷爷还能是为什么呢 这次不等徐焕英问 萧锦兰直接语气谦卑道 我今天是专注来求令千金的 求 徐焕英一脸不可置信 京都南城第一大户 竟然有事要求他女儿 而接下来 当萧锦兰将昨晚发生的事一一道出 徐焕英的眼睛就瞪得更大 连张妈都懵逼了 众人正愣间 苏也从楼上下来 看到萧锦兰 表情没有任何起伏 仿佛早已料到 苏小姐 见到正主 萧锦兰直接起身 看向苏也的眼神 就像见到菩萨显灵 丝毫不见上次的傲慢 苏也静止走到桌旁 倒了杯水 回身又往楼上去 萧锦兰紧随其后 上次都是我不对 我有眼不识泰山 今天我来 是想 没等他说完 苏也直接打断 去我房间聊 萧锦兰正了正 然后连连应声 他没乘别墅的电梯 而是跟着苏也 走悬梯上去 两人的身形即将消失在悬梯口时 徐焕英这才反应过来 抬脚跟上 既怕女儿惹事 又好奇女儿从哪弄的药 苏也停了停 对着萧锦兰 别让他跟进来 他要谈的是生意 旁人再不方便 萧锦兰也不问缘由 回身对徐焕英汉首当 苏夫人请留步 我想单独跟恋爱谈谈 第九十五集 谈生意 苏也的房间 比萧锦兰想象中小了点 简单了点 床上端端正正做了个小正态 两条腿悬在床边晃了晃 看见萧锦兰也不怕生 苏也将药瓶和水杯 拿给苏星 这药是专给苏星做的 能够提高免疫力 解决他容易肚子疼的毛病 苏星盯着药瓶 回想起昨晚第一次品尝 他味道后的震惊 即便如此 他还是很爱他姐呢 但是 姐 你有客人 要我拿回乌门门吃 不打扰你们了 话音未落 人已经脚底抹油跑了 房间里只剩下两人 萧锦兰开门见山 求苏也帮宅四桥治病 苏也拉开书桌旁的椅子坐下 不急着回复他的请求 而是先大方的替他解了货 你先生之所以会无故晕倒 症结就在于额头上那道伤 如果我没有猜错 那是砍伤 他本就体热 如果用药的同时不屑造起 很容易引起并发症 一般来说 最常见的并发症 就是抽搐 其实这些话 那日给翟四桥问诊后 苏也就想告知 却被萧锦兰一顿狂吠 给搅得没了兴致 老祖宗有个毛病 不喜欢解释 就喜欢让徒子徒孙们 吃了亏之后 自己明白教训 这样才能更深刻 反正他给了翟天龙急救药 萧锦兰认真地听 一句都不敢插嘴 这么多年 访便名医 无人能查出病因 却被苏也一语道破 不仅如此 他竟然连老公 为何会抽搐都说了出来 心中的后悔 不知又伸了多少倍 他吻了吻心神 郑重道 苏小姐 只要你能帮我老公治病 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苏也用纤细白泄的手指 轻抚着下巴 钱嘛 你千万别不好意思啊 萧锦兰生怕得不收钱 早就将劝他的话准备好了 可刚说到一半 下一秒就听苏也继续道 是一定要收的 萧锦兰噎了噎 年轻人不按套路出牌 他嘴角轻抽 笑道 应该的 需要多少你尽管开口 这些天 有个数字 时常在苏也的脑袋里打转 我出八百万 买你一碗 画虽然不是人画 但是八百万 确实挺香的 这会儿 他便没有犹豫 直接开口 八百万 萧锦兰抖了抖 八 八百万而已 以苏小姐的医术 绝对值 苏也听了出 他这话 是经过一番心理斗争的 要我早就做好了 明天亲自等门 把麦之后再订要两 对方刚要谢 苏也又倒 还有一事 萧锦兰擦了擦汗 这败家老公 突然就不想要了 苏小姐请假 苏也随手从桌子上 抄起一支笔 转了起来 听说你先生正犹豫明年 是否跟荣家继续合作 萧锦兰有些懵的点了点头 苏也大功无私道 我可以推荐一个人 为人老实做事认真 值得信赖 苏小姐说来听听 苏也勾了勾唇 苏锦兰 还真是举贤不必亲呀 不等萧锦兰回复 苏也又道 只是建议 最后选谁 决定权在你们 很快 他们就会知道 谁才是真正值得合作的人 等荣家狗急跳墙 等荣若使出最后的杀手锏 相比于其他的 苏也对于荣若说 自己认识霍锦兰土地的事 更感兴趣 他要的 不仅仅是当年事情的线索 更要那个装模作样 四十多年的伪君子 原形毕露 萧锦兰走后 徐幻英一脸谄媚地 敲开了他的房门 旁敲侧击地 问了他如何解释上 萧锦兰 从哪弄的药 苏也扯东扯西 徐幻英很快就被绕迷糊了 最后只眼放金光地问 你给他药 收他钱了吗 苏也挑眉 当然 是免费的 然后 在徐幻英暴怒前 关上了房门 一日 周日 联系不上 萧锦兰的胡秀丽 从医院打听到 翟天龙已经出院了 一直以来 荣家人里 最讨萧锦兰喜欢的 就是荣若了 所以 他赶紧带着冯教授来了 他觉得晕倒抽搐 那是偶然现象 什么病也不可能 吃几天药就好 凭他的口才 一定能够让宅家相信 冯教授就是最专业的 可到了宅家门口 荣若才发现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通报的管家 竟然将他们 婉拒在门外 小耳朵们 第96集 又是苏颖 荣若叫住了 转身叫离开的管家 忍住心中的疑惑道 你是不是忘记 告诉他们了 我可是跟冯教授 一起来的 翟叔叔刚出院 我是特意带冯教授 来给他看病的 管家态度冷漠 不好意思啊 翟先生说 他跟冯教授的药 八字不合 就不劳烦了 站在一旁的冯教授 温言顿觉的脸上无光 他当了好几十年的教授 一直备受尊敬 更何况 受荣圣明所托 怕迟迟不见效 翟家会觉得 他们在敷衍 他特意加大了药量 却没有额外收费 谁承想 既然被人这样说 简直是白费他一番苦心 那也麻烦荣小姐 转告你爷爷 这忙 我帮不了了 哼 说爸 便十分高傲地冷哼一声 提着药箱 拂袖而去 孤零零地站在门口的容若 表情十分尴尬 好好的 事情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翟家人不用冯教授 那用的又是谁 正想着 萧锦兰那高亮的嗓音 从正屋传来 苏 哎呀 我看我看我以后啊 也别叫你苏小姐了 太生分了 随幻英叫你爷爷吧 苏也 又是苏也 原本王家的合作应该是荣家的 已经被苏也抢走 现在竟然用来搅合他们和宅家的合作 容若的视线朝管家身后看去 见萧锦兰掀起帘子 洗上煤烧地从正屋出来 我给你们洗点水果 进口的 可甜了 见他正朝自己这边看来 荣若忙准备自己的招牌笑容 刚想开口叫人 萧锦兰却直接甩给他一个背影 蹬着高跟鞋往别院去了 对于他的态度 与从前截然相反 管家见状 也不愿意多纠缠 十分冷漠地道了声欠 然后把门关上了 荣若死死地捏着手指 指甲狠狠地嵌入掌心肉里 学校是这样 外面是这样 一个个的都中了苏野的毒 一定是苏野在背后 说了自己的坏话 可他以为这样自己就没招了吗 等翟四乔知道爷爷是霍敬良的徒弟 苏野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白费力气 不仅如此 他还要找苏野的把柄 让所有人都看清他的真面目 手机转了几声 是胡秀丽的电话 荣若到一边去间 顺便跟妈妈一起讨伐苏野 竟然偷偷给翟四乔治病的卑鄙行为 这边苏野嘱咐好忌口的东西和注意事项 婉拒了龙弟要送送的请求 从正屋里出来 萧锦兰从别院端好了洗好的水果出来 正撞见他要走 想留他吃顿晚饭 苏野礼貌拒绝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萧锦兰叹了口气 遗憾道 这么好的孩子 可细今有未婚夫了 要是没有博家那位爷挡着 我的大帅儿 说不定也能竞争竞争的 此时 远在办公室的某总裁 十分优雅地打了个喷嚏 最近刚涨完工资的陆文斌 见缝插针 总裁 突然打喷嚏 肯定是苏小姐想您了 薄云里外表不动声色 内心却是被取悦了 他压了压唇角 端着表情 看了眼陆文斌 你刚刚说有事找我 说吧 陆文斌一拍脑门 差点忘了这趟来的主要目的 哦 是这样的总裁 刚收到消息 说翟夫人昨天 亲自去苏家赔礼道歉 请苏小姐出身 给翟先生治病 还听说 翟家已经开始考虑 想把明年和荣家的合作 交给苏家了 薄云里沉浸了半晌后 唇角浮现出一抹 意味深长的弧度 苏爷近期所做的一切 目的都非常明确 祝苏家 压荣家 不得不承认 小姑娘很聪明 既不急功近利 又不骄傲自满 手段甚至可以称得上老道贤熟 稳得很 全然不像个小小高中生 像荣家那样的 怕是只能在狂妄自大中 慢慢被吞噬 想起刚刚的喷嚏 薄云里有些无奈的笑了笑 只是个迷信的说法 又怎么能当真 他最近到底在期盼些什么呀 镜头切回宅家院外胡同口 十分冷酷无情 已经超过48个小时 压根没有想起过薄云里的苏爷 刚拐出大院门口 就见一辆低调的吉普车 挡在自己面前 秋风卷着落叶 起起落落 卷到了苏爷一只鞋带散开的A锥下 他踩着落叶 抬头看向前面 车前的玻璃反着光 苏爷没什么表情 没了两秒 便双手插兜 转身 想换条路走 吉普车上的人 似乎洞悉到他的意图 匆匆下了车 苏同学 我想跟您谈谈 就几分钟时间 不会耽误您很久的 说话之人 正是京都警察局局长 严正威 苏爷背对着他 脚步没停 身影鲜瘦单薄 严正威又道 我知道您还在等 遗产带领的流程 我是局长 可以帮你提前领会遗产 苏爷脚步顿了顿 没有回身 条件挺诱人的 但是 昨日他去祠堂打坐的时候 又想起一件事 自己的重生到底是巧合 还是有人故意为之 那人是出于善意 还是出于其他目的 现在他都不知道 可若是真的出于什么恶意 那知道他重生的人 说不定会有危险 想罢 他狠狠心 继续提步往前走 小耳朵们 第九十七集 掐指一算 就是明日 严正威 见了自己心心念念了 四十年的那个人 明明近在咫尺 却不愿意回头看自己 心里百感交集 苏爷上身还穿着校服 这样的年纪 更是一瞬间 让严正威仿佛回到 自己十岁出头的时候 想起那些 以他为信仰 在他庇佑下的日子 此刻见他要走 更是顾不得其他的了 忘记自己局长的身份 忘记自己的年纪 就像从前那样 直接脱口而出 师姐 威威就是想您了 苏爷踏出左脚 致了致 右脚慢了半拍 才跟着落地 唉 这么大人了 还赖赖唧唧的 真拿他没办法 一缕光漏进胡同里 照在苏爷身上 他抄着兜转身 唇角扯起抹笑 知道是师姐 还敢跟踪我 那神情跟当年一模一样 常年身居高位 而气场强大的严正威 硬是笑出了一脸褶子 他力证站好 师姐教训的是 师弟下次再也不敢了 严正威是个孤儿 是苏陈硕一直无偿地资助他上学 苏陈硕甚至在女儿苏爷出国留学期间 慷慨地送他一起出国 让他见世面 唾眼见 国外的日子里 苏也是亲人 也是灯塔 照亮了他的生活 而他一生最大的荣耀 就是能跟他一起 拜同一人为师 所以严正威当然清楚 当年的丑闻都是假的 只不过那时 他才十岁出头 不管怎么辩解 别人都只觉得他收了黑钱 故意替他们说好话 从那时起 他便立志要做一名警察 替无辜的人申冤 严正威的吉普车很低调 没什么内饰 唯一颜色比较鲜艳的 就是一个红色拳击手套的小板件 严正威一脸和蔼 师姐 您还是那么年轻 我可是老了 苏爷抬手 摸了摸那红彤彤的小拳套 表情挺轻松 女人才怕老 你一个大直男 怕什么老 严正威哑然失笑 还是这么能打岔 荣若和胡秀丽 包了四十多分钟的电话粥 心里才舒服了些 揣起滚烫的手机 转身拐进胡同 映入眼帘的 便是一辆可疑的吉普车 他下意识地朝车里瞅了瞅 这一瞅 可把他给乐坏了 这 不是苏爷吗 他旁边 还有个老头 两人偷偷摸摸在车里聊什么 还聊得不易悦苦 荣若躲在墙后 视线顺着向下 瞅了眼的平平无奇的车牌号 不是脸号 车也算不上豪车 看来车内之人 顶多就是个土大款 爆发户 也不怪荣若认不出 严正威平时身居简出 再加上几颗车里 那憨态可居的慈父母样 一身的气场 在苏爷面前全部收敛 就算是让他的秘书小杨来认 怕也是认不出的 荣若心中大喜 刚想要找苏爷的把柄 这不就来了吗 竟然敢背着云里哥哥 跟别的老头关系 不清不楚 怪不得最近看他手头宽裕了 原来是被老头包养了 不知想到了什么 荣若举起手机 偷偷拍了几张照片 笑得一脸阴险 车里 一会儿 我给遗产工程处 打个电话 这帮人呢 效率太低了 对了 师姐说 有人知道当年的线索 什么时候能有消息啊 严正威问 苏爷目光随意地落在倒车镜上 盯着墙后亮起的闪光灯 掐指一算 应该是明日 严正威一向敏锐 立刻察觉到什么 他笑容脸尽 速声道 师姐 这人 别多事 苏爷偏头看他 你师姐我就等着他发疯 到了周一 两条帖子 获遍了一中贴吧 连外校都在疯狂转发 假仙女 震海王 女高中生苏也 校外渊娇石船 京报 师姐全王霍剧梁大祖地 身份曝光 京都融甲 卧虎藏龙 两个帖子 分别在关注点 不同的群体里 炸开了小小的水花 早上 顾气到班机的时候 两只眼睛 肿得像大核桃 他人生 头一次没写作业 拿着手机 跟网上的喷子 杠了一晚上 结果可想而知 他一个气急了 骂人只会说 如母安好的人 当然疏惨了 就在这时 门口想起了 当事人同桌 那吊儿郎当的声音 早啊 顾气忙 寻声望过去 生怕同桌 因为那些帖子 而心里难受 可事实上 同桌非但不难受 甚至可以说 心情比平时还要好 都有兴致 跟他们打招呼了 班里同学 基本都看过那条帖子 这会儿见苏也进来 三言两语地议论起来 上周贴吧的那些人 都把苏也捧上天了 我就说他们会被打脸的 没想到这么快 他们不跟苏也一个班 不知道 就他那样的 门门考试不及格 离经叛道 做出这种事很正常 不是说苏家挺有钱的吗 他怎么还为钱 干这种事啊 那男的比他爸的年纪都大吧 你懂什么 苏家早就不行了 之前又是博家 又是奇家 哪个都没勾搭上 这会儿就把目标锁定在老头身上了 真给咱们一中学生丢人 小耳朵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别忘了 门外经过的学生 朝苏也的位置指指点点 虽听不清他说什么 但是只从表情就知道 肯定不是什么好话 虽然帖子里的照片 只拍到苏也跟一个老男人 在车里有说有笑的样子 但加上某知情人的爆料 和对于细节的描述 仿佛每张照片里都能看出很多很多故事 都别吵了 田冲的心态没比顾七好上多少 他气愤地敲着桌子 帖子里说的都是假的 你们现在传播谣言可是违法的 小心我报警抓你们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 不知是谁小声嘀咕了一句 田冲立刻瞪了过去 教室里这才安静下来 苏也像没事人一样坐在座位上 田冲看在眼里 觉得他一定是在他们面前 洋装坚强 要维护好自己老大的面子 晚上没人的时候 这不定偷偷哭了多少次了 努力追求爱情又不是他的错 只是他未婚夫太没眼光罢了 田冲决定了 要是苏也以后实在没人要 他也可以牺牲一下自己 上周五放学的时候 苏也还是炙手可热的心进笑话 无数学生疯狂未知投票 可现在他已经以压倒性的票数 赢了原本的荣笑话 却没人去理那个帖子了 一群墙头草 可以说前几天有多少人喜欢苏也 今天就有多少人骂他 甚至更多 言语之恶毒难听 让人不堪若耳 田冲越想 越恨得牙根痒痒 操 要让我知道是哪个傻逼发的帖子 非堕了他不可 剑苏也依然没什么反应 又安慰道 你放心 我已经向天罢馆里面举报了 让他们删帖子 顾气也附和道 爷爷 我们都相信你 那帖子一看就是在看图说话 故意混淆视听 古七说过的 以后不管别人说什么 他只信苏也 说到做到 宝贝挺可爱的 苏也勾了勾唇 另一个热帖 你们看了吗 田冲被他问的一脑门问号 都被人污蔑成那样了 还有心情追星啊 剑苏也似乎还在等他回答 他一脸无奈的 都什么时候了 霍进梁徒弟是谁还重要吗 苏也表情意味深长 当然 田冲急得就差跳脚了 这苏也可真是霍进梁的铁粉 说起那条帖子 田冲不禁有些失望 世界拳王霍进梁的大徒弟 竟然是一般那个荣弱的爷爷 哪怕是谢敏敏的爷爷 他都不说什么 田冲换了晃脑袋 看向苏也道 现在当务之急 是解决你的事情 苏也看了他一眼 我都不急你急什么 他不是第一次火 当然 也不是第一次被人污蔑 小场面 见顾气和田冲一脸交集 他淡淡道 这事不用你们操心 很快就会真相大白 真的 顾气高兴得不行 可转瞬间 他又想起了什么 有些不确定的 爷爷啊 你准备怎么成亲呢 难不成照片里的人 是你爸爸 或者你们家亲戚 如果不是的话 这些人是不会信的 苏也转了转手中的笔 淡淡一笑 很遗憾 都不是 都不是 但也没人敢不信 照片里那人 在自己面前是小脑斧 在别人面前是活阎王 不知内情的顾气和田冲 对视一眼 均一头雾水 与此同时 佛家 林展亲自登门 就在刚才 他偶然间发现一中贴吧里 有个帖子正恶意的抹黑素颜 他动了动手指 就黑到了发铁人的身份 迫不及待的要将这个惊天大秘密 告诉表哥 英雄救美的时刻到了 管家看风风火火进家门的林展 林少爷来 勒子还没有说出来 林展的身影 就已经消失在 博云里的书房门口 林展激动的推开门 举着手机 表哥 大事不好了呀 他正要说苏野被人黑的事 抬眼就见表哥 正对着笔记本的屏幕 垂着双眸 眼尾划过一道 寒烈的冷意 那屏幕上显示的 正是污蔑苏野 原交的帖子 好吧 帖子这么火 表哥提前看到了也很正常 但他一定不知道发铁人是谁 表哥 你知道是谁 下一秒 就见表哥逆向他 操着低冷的嗓音 说出霸道总裁的经典台词 一个小时内 我要荣氏的全部资料 靠 表哥是怎么猜到发铁人 和荣家有关系的 正让自己这个黑客小天才 没有任何的存在感好吗 行吧 我这就查 林展垂头丧气 一脸挫败 正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表哥的声音再次响起 我女件事 林展告诉自己 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机会 得到表哥的认同 表哥 你尽管问 我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别管是商战 还是黑客 我都是你最得力的助手 博云里的声音 裹着寒意 女人 会喜欢比自己大很多的男人吗 表哥的问题 跟他想象中的 完全不在一个频道啊 怕表哥觉得自己废物 林展不敢犹豫 也没多想 直接道 应该喜欢吧 现在不都流行大叔吗 前两天有个女明星 还跟比他大二十多岁的男人结婚了呢 哼 话落 博云里面色陡然一沉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出去 小耳朵们 第九十九集 二边风 砰的一声响 被关在门外的林展 面门撕过了许久 终于反应过来表哥的问题后 狠狠给了自己一个暴力 太蠢了 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 都没能好好珍惜 回答了些爸爸呀 简直就是句句采雷啊 表哥明明是看到 帖子里的照片吃醋了 但拿出那些照片 让任何一个有理智的成年人看 都能分辨出 那两个人只是聊天聊的比较投机而已 更何况表哥早就知道 里面的文字内容 是容家那个心机girl杜撰出来的 这种情况下还能吃醋 看来表哥 不是一般的醋精啊 上午九点京都 福生贤品名居 老板热情的将宅四乔迎进了包厢 什么好茶 非得让我今天就来尝尝 宅四乔笑道 吃了苏野的药 他今日的气色好了不少 当然是有好东西了 老板命人摆上一壶好茶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见宅四乔品茶的心情不错 便貌似闲谈 不经意道 对了 我之前听您讲过几次全王霍继梁的事迹 那今天特火的帖子 您肯定看了吧 宅四乔抿了一口茶 什么帖子 老板一脸震惊 啊 您没看呢 据知情人爆料 说霍继梁的大徒弟 竟然就是荣家的老爷子 什么 宅四乔端着茶的手 停在唇边 什么老爷子 真的假的 老板划出那条帖子 递给宅四乔 您看哪 我可没瞎说 宅四乔摸着下巴看了看 帖子里的人说得言之凿凿 不似空穴来风 但他还是将信将疑 一个高中贴吧的帖子 可信度较低了 老板边给他上茶 边吹着耳边疯 我看十八九不离十 容家老爷子多低调啊 况且这事 又不是他自己说的 一看就是他本人不想说 却被别人给抱出来了 宅四乔没言语 老板这话却有道理 老板话说到一半 包厢内进来了一名服务员 朝他使了个眼色 他微微点头 然后披了眼宅四乔盯着手机的样子 轻客一声道 这真是说草草草草草草草道啊 刚刚服务员说 容老爷子也来我这儿喝茶了 就在隔壁包厢 是真是假 您去问问不就知道了 宅四乔文言抬头 神情中多了几分兴奋 直接起身道 那你快点我过去 一中这个点正在上第二节课 二十三班第二节课原本是数学课 张光秋没来 临时跟英语老师换了课 不仅如此 周一本应该是取药的日子 可之前早自习的时候 他也没来苏野这儿取药 苏野不诧异 漫条丝里的将药瓶收起来 装兜里 准备一会儿再给他 约莫时间差不多了 他收拾好桌面 那仅有的三根笔 被他摆得整整齐齐 刚要拿出手机 他突然盯着那三根整整齐齐的笔 没了两秒 又伸手将它们打乱顺序 果然还是这样舒服 强迫症 是种传染病 折腾完 他戴上耳机 点亮了手机屏幕 手指飞快地动了起来 苏野 跟我来一趟办公室 刘碧踢着高跟鞋 伴随着夏克林 杀到班级门口时 苏野正好敲完最后一个回车 他摘了耳机 收了手机 张光秋紧随其后 猝着眉 看样子跟刘碧还有争执 事情还没查清楚 你就 刘碧毫不留情 我就是要来把事情查清楚的 一般来说 校方是不会干预学校贴吧的 但这件事的影响实在太不好了 高中生圆教绝对不允许 更何况还闹得沸沸扬扬 为此 刘碧一大早就被校长叫到办公室 狠狠痛批了一顿 校长让他彻查此事 情节严重的 不排除开出学籍处分 张光秋完全相信苏野的清白 一直在办公室内和刘碧 剧里力争 特意跟英语老师换了课 就是为了此事 可他说的唾沫横飞 也不见丝毫见笑 今天的刘碧比起上周 更加的阴沉暴躁 也不知这个周末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碰巧又遇到苏野这件事 更是要借题发挥了 全班目光瞬间聚集过来 又被田冲和顾七 一个个瞪了回去 要换做平时 大家肯定要嘀咕几句 但毕竟来的人是刘主任 一个个都缩着脖子 心里却在想 苏野这下绝逼惨了 学校里有学生被污蔑 不彻查发帖人 到先来指望我这个受害者了 苏野偏头看向刘碧 受害人 人家要不是亲眼看到 凭什么平白无故冤枉你 刘碧就知道他没那么顺从 计竅一笑 你知道我们一时半会儿 找不到发帖人 没法对质 所以才故意这样说的吧 啊 刘碧瞧着苏野有恃无恐的样子 不禁冷笑 他不会还以为自己会看在徐焕英的面子上 放他一码吧 那他的如意算盘可真是打错了 事到如今 这件事必须得有人背锅 什么皇亲国戚都不好使 小耳朵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第一百集 正义使者 张光丘急得直挠头顶 苏野多么好的孩子 现在正是高三关键时刻 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 他这辈子可就完了 知道他脾气你 张光丘安慰他 苏野 你放心 老师一定会尽快查出是谁发的帖子 还你个清白 苏野看了他一眼 没说话 停了停 才重新看向刘碧 你们没看帖子吗 最新消息 楼主已经在回帖里自报身份了 班里安静了一瞬 然后彻底炸锅了 哗啦哗啦的 全是翻手机的声音 刘碧和张光丘顾不上教训同学 也掏出手机看 曝光帖是一名叫正义使者的人发的 帖子这样火 内容这样劲爆 大家对于楼主的身份也很感兴趣 有不少人都留言问他到底是谁 是不是他们学校的学生 但都没有得到回复 听苏野提示 他们才发现 就在刚才 差不多下课铃声响的同时 楼主竟然真的回复了 而当大家看到楼主回复的内容时 所有人的表情都出奇的一致 除了震惊 还是震惊 在这样鸦雀无声的环境里 椅子在地面上滑动的声音 有味突突 苏野漫不经心的起身 走到门口 侧身 从还没回过神来的 刘碧和张光丘中间穿过 我跟光哥先去办公室等你 你把发帖人找来 要聊咱们一起才热闹 看看他是真正的正义使者 还是见不得光的栽赃陷害 张光丘一愣 然后跟上 见刘碧还是盯着手机 一脸不可置信地愣在原地 已经抬脚往外走的苏野 神情不耐地催促 快点 我可不想耽误上课 从高三开学到现在 苏野最像好学生的时刻 莫过于现在了 刘碧确实没想到 会是这个人发的帖子 说换作从前 他是要替这个人说几句好话的 可今天他没有 直接拧着脖子 转身去往四楼 高三一板 这边没有苏野的提醒 反应要慢一拍 有同学探风回来 我刚刚在楼梯口看见苏野了 往楼上办公室去了 肯定是主人要找他谈话 这种事发生在二十三班 也不稀奇了 你看看咱们一班 什么时候出过这种人 同学的议论中心 还是之前的帖子 谢敏敏正在疯狂地举报楼主 也没有来得及看别的 荣若更是连手机都没挤着拿出来 刚将上节课的书收好 自上次王老爷子的接风印开始 荣若好久没有这么身心舒畅过了 两个帖子 一个毁了苏野 一个帮了荣家 他觉得自己简直太聪明 这一记绝杀 除了他 没人能想得出来 正义使者 舍他其谁 今早上学的时候 跟他搭设的男同学明显变多了 都在问他爷爷的事 那热度甚至超过了从前 要不是苏野 他也想不出发爆料帖这种好办法 如果直接告诉翟四乔 他爷爷是霍建良的徒弟 翟四乔还不一定会信呢 苏野呀苏野 这就叫做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荣若眼唇暗笑 余光扫得谢敏敏 见他还在苏野那条帖子上使劲 便疑惑道 敏敏 你没看到另一条帖子吗 谢敏敏这么喜欢霍建良 不应该不跟他说些什么呀 看了 谢敏敏挺烦的 手没停 又不是真的 有什么可看的 什么 荣若愣了愣 他又不知道霍建良的徒弟是谁 怎么就敢肯定帖子不是真的 其他看过的男同学可都信了 谢敏敏没再说话 还是执着于手上的事 点完最后一次举报 系统显示他举报的次数过多 今日无法举报 我去 这帖子到底是哪个傻逼发的 谢敏敏边骂边注意到屏幕右上角 有一条新的消息提示 正义使者回复了您的评论 回复的正是他之前问正义使者你到底是谁的那条 他点开那条回复 两秒后 直接神情复杂地看向身旁的荣若 那眼神里有愤怒有震惊有失望 荣若被他看得有些发毛 便顺着他的视线看向他的手机屏幕 屏幕里面显示一行